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拼了命也要解释 不是我 我没有 我没说过 现在 行吧 就这样吧 这个博主经常会在网上发表自己的看法 他又是一个百万大V 很多人会关注到 有时候有的人就会误解 甚至是故意曲解他的话 以前他会专门解释 但是现在他就随便那些人怎么说了 有时候还会故意调侃 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 你以前非常在乎一件事 但是一路就来 经历得多了 就看淡了 无所谓了 那些话 那些事 对你已经没有太大的刺激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其实是我们的预线值提高了 预线这个词是一个心理学术语 它与人的感受性有关 我们的感觉是由刺激物直接作用于某种感官引起的 但是人的感官只对一定范围内的刺激做出反应 只有在这个范围内的刺激才能引起人们的感觉 这个刺激范围及相应的感觉能力 我们称之为感觉预线 而能引起感觉的最小刺激强度 就是绝对感觉预线 比如往一杯纯净水里加糖 不断地一点点加 直到你能尝出来甜味 那此时加的量 就是你对甜味的绝对感觉预线 每个人的绝对感觉预线都是不一样的 有人可能加一克就能感觉出来甜 有人可能要加到四五克才能尝出来 那在感受性上面 就是前者比后者更强 或者也可以说前者比后者更敏感 敏感有时候是一件好事 它能让我们迅速觉察出周围环境的细微变化 比如你跟一群人在一起 大家对你就有不同的反应和评价 有的人喜欢你 有的人不那么喜欢你 感受性弱的人 对这方面的觉察就不那么灵敏 可能必须要别人有非常明显的表现才可以 而感受性强 敏感的人 则能觉察出 哪怕是一丝丝的负面信息 但这就会给我们带来痛苦 所以在有些事情上面 我们可以让自己的感受性弱一点 换句话说 你的预线值提高了 那一般等闲的事情就伤不到你了 那怎么才能提高预线值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去触碰 让你介意的或者是会让你受伤的点 你越不让触碰 它就越敏感 只有让你频繁地去面对 你才能彻底解决它 就像手上的老简一样 一开始你做事 可能手会起水泡 甚至是起血泡 水泡长好了又被磨破 然后一次又一次 手上就有简了 这时候 你就不会再那么容易受伤了 我们要让自己的心 也有这么一层简 因为外界的环境是很残酷的 没有人会一直保护你 只有我们自己练就了金刚铁骨 才能好好地保护自己 如果你对别人的评价很敏感 那就不要排斥和别人接触 相反 你要多跟别人交流 接触到的人多了 遇见的不喜欢你的人也多了 那以后 再听到别人说你不好 你就可以告诉自己 这算什么 之前更糟糕的我都经历过了 这伤不到我 这就像心理疗法中的 系统脱迷一样 你对什么东西焦虑恐惧 就让你去面对它 直到你不再焦虑恐惧为止 当然 这是有一个过程的 而且在这中间 你需要学会自我调节 比如 让自己的情绪放松 并且逐步改变自己 对这个东西的看法 这样 就能彻底摆脱它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心灵时空 后台回复 感觉性 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